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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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2017年10月22日 各位漫迷早晨 唉今天也不懂得说 大巴亦都曾经想过 不如今天 skip一日了 不早算 不可以的 昨天在球队表现得差 各位漫迷 其实都已经尽力了 只能够说 今季第一场输球了 第一场输球了 终于 表现的确是有些问题的 亦都趁这个机会 要和大家说一说 老实说 大巴亦最失望的地方 就是 基本上 要批评的事情 都不用怎么说 因为你拿回大巴上场 上两场 对李宗盛 以及对 奔飞加 两场球的问题 基本上 差不多一样 当然 今天 多一个自爆制 今天 炸弹爆了 结果就输球 所以大巴最觉得 没有人的地方 就是说 摩连奴很明显 就算是这个 上场 对 利物浦 和 奔飞加 表现 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没有作出一些 什么针对性的改动 去令到球队 表现得好些 所以 这是大家觉得 最担心 或者最失望的地方 因为说真的 球队总会有高潮低潮 球员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但这个 往往就是 领队要表现出 他有这个能力 去扭转乾坤的情况 我想 不少的曼迷 都觉得摩连奴 应该有这个能力 但是这一场球 其实这三场球也是 但是这一场球 是特别特别见到 他基本上 都是用回 之前那两场球的套路 我觉得 老实 你对利物浦 我都叫做勉强 他强队 或者在眼飞路作客 而且确的压力很大 你这样摆 我都叫勉强接受 Vector 也说 大巴 上两场都兜得很辛苦 我觉得勉强接受 但是上场奔菲加 其实 如果不是奔菲加 那个体力下降的话 和那个龙门犯错的话 能否赢得到球 都会成问题 好了 回到这一场球 好老实 虽然我早就知道 哈特斯菲尔 不是容易搞的 我们也都说了 哈特斯菲尔 其实他们的 长处是什么 我相信 我都知道 但问题就是 他仍然没有作出任何的 调整 仍然是用回 之前那两场球的打法去打 说真的 就被人看通了 结果也是一样 说真的 首先 要赚一赚 哈特斯菲尔 其实 他们的部署 是针对性的部署 很明显是一个主手的阵 而且 你见到很厚的 有些万迷 就问 马斯亚好像 不太有表现 其实就是 对方针对性 很厚的 所以完全没有空位 让他走 他的优势就是速度 基本上 都没有机会让你走 那么 你的优势是怎么发挥出来的呢 所以 哈特斯菲尔 尤其是在上半场 他的针对性部署 防守 他都很厚的 他都很厚的 整个球队 都夹得非常之好 大家不要忘记 他们是去年 一起夹了 一起升班 而他们这队 是很快地 在升班方面 升了几级 所以球员的默契 也都相当好的 在防守方面 搞到我们一动都没有 也都把握到我们 一个炸弹仔 一爆出来 就把握到两个机会 进入了两球球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那 说真的 简单来说 大巴最失望的地方 就是 真的 几场球都没有吸取到 教训 没有任何想法 任何方法 去改善的 在魔路方面 另外整队球 都好像很多万米都说 很厉害 简单来说 我觉得就是 什么呢 完全是没有一个 增性心的 我不知为什么 其实 跟双方兵都有些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无论是普巴 还是费难尼 其实我觉得 整队球最有增性心的 几个球员 三个球员 就是普巴 菲兰尼 和夏里拉 这三位球员 都是非常难打 还有很有增性心 那两位就伤了 夏奶奶 就真的不知道什么事了 这几场球 都很沉 其实有机会表现 应该就是 显示出他那个 带领着球队 真正的 那个状态 那个心态 但是 刚刚结果就是 相反 我就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所以 结果 其实这场球 除了对于摩佬 不变阵 没有任何方式 去 補救的 失望之余 夏奶奶和马达 都是 因为我很有 希望 他们两个可以 帮忙 组织到 攻势 以及带领着球队 在攻势方面 结果 当然 不似预期 为了 为了对于摩佬 这个不变阵 或者没有做任何事情 去作出一个抗议 我今天就不会说 任何关于摩佬 赛后的事情 我连他的记招 或者赛后的访问 我也是没有看的 说真的 也要作出一个 抗议 我想明天 留下明天 星期一 晚上10点的 现场版 先跟大家说 摩佬 究竟有什么藉口 我今天就不会看的 各位万迷想知道 可能就要麻烦了 你们自己去看看 他说些什么 明天作出一个评论 明天现场版 明天我才会看 他说些什么 再作出一个评论 对于他的 就是他的辩解 我相信今天都 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他 可以说些什么 说真的 我们今天这集节目 只能够作出一些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之中的 办法的评论 还有一会儿看看万迷 怎样说 再看看有什么回应 简单来说 上半场输了两球 主要都是输了联特洛夫的两球 这场球 这件事就显示到 其实给了一个答案 大家 为什么摩佬 就不敢 不敢 就已经招出联特洛夫了 因为反应的确是慢 转身也非常慢 一对一 也是做不到任何东西的 被人一flip 就过了 基本上 他基本上 做防守 一点都不进取 不停在那里 我不用大家说 我相信万迷有看这场球 每个人都 上半场都没关机 因为Victor就说会关机 上半场大家没关机 的时候 就见识到联特洛夫 在英超 那个不惜应声 我唯有说一句 我们很多中后场球员 都试过抹锁 都试过打得不好抹锁 其中一个 我想大家都可能还会记得的 就是卡维克 或者已经忘记了 因为他这几年打得这么好 但是呢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 都有一些脱漏的 但是这个就真的是 critical point 一个重要的一个 转列点就是说 连大洛夫吸取了 今场的教训 他会不会有些 针对性去锻炼多些 而是有改善和进步呢 就真的很重要 如果他这一场球的教训 吸收不到 或者他的能力 真的好像有些万迷说 他真是一个水货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想都没什么 机会再看你 在万段 尤其是英超上高上陈的机会 但是有个转列点的 其实我都还留有一手 因为我觉得呢 他始终也是年轻 如果他吸取到 这么大的教训呢 希望他可以 就是还有机会去改善到的 但是呢 真是不乐观了 他在万元的前途呢 真是真是不太乐观 其实我也有做到 上半场上半场 但是现在我也不想说了 说真的 简单来说 上半场就是 我们自己一个炸弹仔 连大洛夫出出来 因为中司受伤 出出来之后呢 就没办法了 那他真是爆炸了 那就输了2比0 那想听 多少少上半场呢 就可以去回 上半场的讨论post 的 无论是大班 讲 还有呢 很多万迷都会留言 都会留言 都会留言 我想都很中肯 基本上 第一件事呢 我们看回上半场的post 一些留言 第一件事呢 很多谢Eric 他真的对球队不离不弃 他真的对球队不离不弃 上半场和下半场呢 都有不停留言 讲一下 场球的情况 那所以呢 尤其是呢 有些万迷呢 可能呢 就看不到场球呢 都起码呢 有些追身的消息 在那里 多谢Eric先 那他就说呢 一开球就有迫抢的 那投了几分钟呢 都是ok的 就是打得比较正路一些 但是呢 中场呢 就已经是 有些少少老鼠拉龜的地方 好像我这样说呢 阿里拉丁和马迪呢 都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是 如果这次 如果连续三场都是这样呢 我觉得就是摩佬的指示了 不要那么上 打后一点 不准打那么上 这样 结果呢 看到马迪呢 就是 只会是做一些长球 基本上呢 完全是控制不到中场 被人家控制住 那么快的 中场拿着球 都是打横 或者向后差的 或者尝试一些长拳 就是这么多的了 接着呢 马迪呢 就拿了王牌 那其实老实说 大家都觉得马迪呢 可能会有点火 其实我就发觉 不是哦 我都只不过 阿John 球证 他就基本上呢 就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那些 上半场那几个王牌呢 基本上呢 都好像Eric那样 都不明白的 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王牌的 但是也都担心 他很担心 他就担心马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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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结果还没有了 但是也都令到他可能 就着就着就着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马迪呢 我想说一说 马迪呢 昨天呢 就看到他和福仔 有个多大的分别了 因为福仔呢 去到现在呢 已经是进步了 就是说 他比较会和其他队友 做一个配合 无论呢 左边好 右边好 他会和其他球员 做出一些组合 而马迪呢 仍然都是偏向自己去多 所以呢 昨天呢 就看到 马迪亚呢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反腐的 由于呢 就对方好像我这样说 缩后了个后方 根本不让他走 但是他又不是太过 和其他球员做到配合 所以呢 而呢 那个优势呢 就是绝对是 不是说优势 那个能力呢 完全被人凍结了的 跟着之后呢 到中屎受伤啦 Viktor真是有一个 先见之名啦 继时扎打 尼特洛夫了 哎呀 Eric呢 就和我一样啦 就是一个 希望有一个 希望有机会表演 结果就真的表演了 自爆製啦 第二场英招的啦 这是我Aaron问 因为上一场呢 就去到最尾的时候呢 出了一阵的 那啊 结果都是啦 路加古也成功被人凍结啦 老鼠拉龜啦 那样 结果就联带洛夫 那样啦 那样啦 哈哈 没东西都说的啦 已经啦 已经是水货 那样啦 各位万迷都 已经是有些顶不住的啦 那今天的状态 那我又觉得 这个不关状态事 整队调话说 是关于这个斗心事 我刚才这么说啦 最后斗心的几个球员呢 都很受伤 但是呢 其实我是很希望 哈里拉可以支撑到大局的 结果哈里拉呢 就做不到这一件事 我这个也是很失望的原因 哈里拉和马达呢 他两个在一起出的时候 尤其是在中路呢 我也很希望他们是控制到中场啦 还有这个 可以猜到球上的 就不是好像昨天那样 其实之前那两场球 都一定程度上是的啦 就完全做不到球 中场是失散的 简单来说 那去到下半场啦 那的而且确 摩迪奥没有令到我们失望的地方呢 就是已经是第一时间呢 就换出这个MK和福仔啦 那结果呢 也都呢 整队球是压上了少少的 我只能够说一下 是压上了少少的 那当然呢 他都会害怕对方的突击 因为对方的突击呢 也是他们那家球来的 那结果呢 也都会打上少少呢 也都会变成352 那结果呢 352之后 发觉呢 连带洛夫呢 就真的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因为始终呢 后逢里面呢 就叫做 应该这么说 中场那里做多了东西呢 那后逢压力相对来说 比较小了 还有呢 很明显 哈特斯菲尔呢 下半场已经完全拍大巴了 只不过去到后期呢 先换了个Muniel呢 那个我说几厉的前场球员呢 才叫做有少少突击的 但是其实呢 由于我们中场那里呢 真的相对来说呢 固定了球了 我只是说 中场只是固定了球了 不代表是组织到攻势的 其实攻势呢 坦白说 我老实说 那两边尝试做多了少少球 那叫好少少 还有呢 这场球呢 我就是另一样东西想说 这场球呢 我就见识到呢 原来劳卡古的制空能力 是弱得这么厉害的 上半场他自己被人封锁了 就没得说了 但是下半场呢 已经是多了支援的了 例如MK仔那些全部打上了 但是呢 我估计不到呢 就算两边出到球呢 都真的 就是 完全是拿不到优势 很奇怪 那当然了 这一样东西呢 又会令到我们呢 很miss 废兰尼了 因为废兰尼呢 在制空方面呢 还有呢 在前面做第一点的进攻的 大家说 有些人说的支点 或者这样说 控下球 或者自己做进攻 那个targetman这一样东西呢 废兰尼呢 废兰尼呢 原来真的比 劳卡古好多很多很多很多 那废兰尼是没有了废兰尼呢 说真的 我们一定很miss他了 就是我们一定很想念废兰尼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又是没有了这一样东西 那结果呢 就估他不了了 结果呢 就真的呢 我也不记得了 究竟是一些 我们公开说的tomment 还是说 一些我和一些万迷聊天的事情 我说 有个情况可能是 劳卡古拉去哪里 福仔打中坚 这样才可能都有机会 结果这球入球 所以分一比二的球 就是正正 劳卡古呢 就走了到右边 那这球球要赞劳卡古的 他非常努力 自己拿了球之后呢 就冲到底线 出球出来 结果福仔就顶入了 所以呢 说真的 原来劳卡古 其实说真的 不过也是那一句 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那时候我们打了 那时候我经常说 进攻的球员呢 基本上走来走去 你都不知道他打什么位置呢 就为之呢 是有一个 就是优势 那结果这球球呢 就发挥了这个优势 劳卡古走了 右边了 不是左边 就在右边用右脚 就在中间 就顶入了 接应 那老实说 就是 阿德迪迪迪呢 其实都有一些零声的攻势 那有一球我最记得了 很后期啦 那 他搞就搞呢 阿斯摩玲 在十马堂 立了个球 那当然啦 他有胃脚 结果射门就被龙门封了 那样 老实 这场球呢 我觉得对方老门是OK的 我就不见到很多神咎的 简单来说 就是说我们制造的机会呢 是有叫做拿回一些攻势的 下半场 但是呢 都是隔去素养的 绝对不要说 不是做到太多的攻势 那真是老实说 我下半场呢 就连路士都没什么 第一是紧张一点 希望我的球队可以追回 第二呢 老实说 那些攻势呢 好老实说 那些攻势呢 好老实说说的 说句难听点 基本上就没什么张法的 那这个也是呢 我们就是没有一个派牌球员的问题 不过这个呢 没办法啦 限迷煮限返 这一样东西 我都不会要求球员做到 因为我们的 现成的球员呢 就没什么 哪个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的 好老实说 MK打得好的时候呢 就可能好一点点 但是昨天呢 出到来叫做 叫做推前了 那样的东西 你说是不是很好的表现呢 老实说 我就不能够说了 那我们看看这些难迷 因为我下半场呢 基本上都没看过那个post 因为 老实说 哎 我都没有这个兼顾到 因为实在是想看看 一场球有没有办法的 结果真的没有了 那 还有 第一场真真正的逆境球 输了两球了 那么 魔佬呢 他除了换了个跳动之后呢 我就不见到有太大的分别的 说真的 那 转了一会 可以这么说 真的好了一点 但是呢 都不能够有能力去追回和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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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上半場多一點 Terry擔心中施的傷勢 AJ說兩球都有責任 蓮德諾夫這個沒有 大家都同意了 中後場又斷了 蓮吉特就隱形了 哎真是整場球都不懂得說 Alphys開始不懂入球了 Aaron看得心情很差 Anthony又落了幾次底線 質素都是比較差 蓮吉特說蓮德諾夫連杜安沙比也不如 這件事其實我也同意 我覺得其實出杜安沙比 真的可能比蓮德諾夫更好 所以魔佬既然那麼怕蓮德諾夫打 為何不試試新人呢 這個也是抵打的地方 為何不試試後場 杜安沙比出來可能更穩妥 還有另外一件事 Jayn就說 左陽追了幾次球 其他人沒有突破能力 其實這也是一個問題 打了那麼多場球都還要出左陽有華 說真的 左陽有華的確有差不多 保證的 但問題就是去了那麼多場都還要出左陽有華 我就覺得 真的有問題 說真的 究竟我們的後防 提普例如 八連突 例如 大米安 是不是真的 差得那麼緊要呢 說真的 的確他倆都是有事 令人擔心的 但是不是仍然堅持出左陽有華呢 不過 反過來說 楊格 是今場球打得最好的一個球員 Buruto這位壞位就說 青年軍出好過了 真是 大家都說這件事 這就是Victor說了 上一次都叫兜倒 今場都 沒得兜了 我都要屏的了 說真的 Daniel就說了 我想是比較和慢的分別 他都 說了很多次 我們都 今場球 就很難不認同他了 說真的 繼續看下去了 我想說 其實有兩個 打得好的球員當然不多 但我覺得有兩個 都要講講 都要表揚一下他們 第一個就是 左陽 楊格 真是今場球 沒得好講的 表現得 相當 不差 其實零星的攻勢 都是要靠他在左邊 他有幾個轉身 都挺漂亮的 今場球進攻方面 唯一 做得比較好一點 就是左陽 第二個我想說 福仔正常 我今天覺得福仔正常 我也不會覺得他特別打得好 但另一個 很努力打得好的球員 就是馬迪 你看到他在防守方面 其實他都做足功夫 這次還嘗試 嘗試幫忙進攻 但是老實 如果要靠到馬迪 我記得有漫威說過 要靠到馬迪 去做進攻 其實中前場球員 真的要頂的 的確 始終 你靠馬迪 去做進攻 真的是 有限公司 所以 但是我覺得 馬迪 相對來說 都是比較 賣力 比較表現得 叫做 比 平均 以上的 一個球員 但是 這場球 是特別打得好的 尤其是 大家都打得不好的 但這場球員 是比較算OK的 結果 換來換去 都沒什麼了 變了一陣 魔佬 就變了一陣 但是 結果 也補救不了 其實 追回一球 其實都是 我覺得那球球的 的確是漂亮的 坦白 也是看到 變化一變 才有機會 但是 其實 大家都 沒什麼 真是反腐 老實說 你看到 沒什麼反腐 還有 你看到 雙兵完全沒有關係 都不能夠說 如果這場球是有 叫做 費蘭尼的話 的確 在 9981站的時候 的確是優勢會多一點 江峰就說 要早輸球可能好一點 有機會收譜 老實說 其實我都說 這場球 要評論的事 早兩場都評論過 你看到魔佬 是真的沒什麼計劃的 還有 他仍然都是一個 真是 在這場球 都連來 主手的話 我覺得是最大最大 要評擊的 一件事 如果暫像我的立場 唉 唉 VN都說贊成打343 如果靠連特洛夫 死得人多了 PC仍然都 叫萬聯加油 他很厲害 Man初就說 看魔佬怎麼搞 結果都 搞不到什麼 沒有球 走 我覺得要贊一贊 Eric 真的堅持 仍然繼續 為大家 去報道一些最新的消息 好 就是這個 其實man of the match 以我們昨天的場球來說 可能是Eric 唉 沒辦法了 大致上 都是 大家都去到最後 都沒什麼好說 坦白 追回一球之後 Eric 立刻 很盡責地 打算去煮麵 希望繼續有得搞 結果都是沒辦法 煮麵這一下子 可能這兩場球都比較 用度不是那麼大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想都沒什麼好說 隨此在 都關機了 撐不住 那 Joe 對越次 輸了 冬季 有一個藉口 還有 他也說 Joe 好像說 都 越次 完全知道他怎麼打了 唉 大包吱中了三球 唉 真是沒得好說 Kevin 一場球看完 他的決點 都幾是 的 說真的 最慘的 中施又傷了 下場就不知道出誰了 我們賣賣就肯定說 希望出到安沙比 但是他 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了會怎麼出 Keith 說為什麼不出駱鶴 羅河真的還沒得 說真的 羅河暫時只是跟蹤 就完全沒有狀態 沒有打過 所以就真的出 羅河就沒得出了 反而 梳爾 其實是有些機會 梳爾 其實左邊 可以出他 不過 他的狀態也不好 老實說 我看過他的 打這個 預備組 其實都是 一般的 好了 Pluto說了最後一句 都幾是 今場就變回上規 都不會說了 不會說了 都說了二十幾分鐘 說真的 我都是那句 我今天 不會看任何關於 摩爾路的言論 不想聽他說藉口 不想聽他說任何怪論 我明天才會看 明天 星期一 晚上十天的現場版 再跟大家評論一下 這場活動 大家再繼續 可能多少都要吐苦水 但是希望 吐苦水之餘 亦都可以大家 看看有甚麼辦法 可以令到我們 扭轉這個短期的渠勢 坦白說 扣歸上早的 我們仍然都要想想想 不是我們 其實主要是摩爾路 都要想想 怎樣可以 扭轉這個渠勢 OK 今天先說到這裏 不說不說 都要吐了二十幾分鐘的苦水 老實說 明天再跟大家討論 還有說一下摩爾路 看看摩爾路 究竟有甚麼藉口 今天就到這裏 拜拜 走 再加點 解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